这次床上身边的嘉宾有要塞证券研究部的副兄李贼 譚志诺安娥在这里 Hello 你好 你好 个事就悶悶的 我们选择一些有消息的股份来说 这一节我们选择了一只金沙 主要出了一个贵度业绩 但就差过预期 所以见到今天的股价 明显表现都比较弱一跌 早段曾经跌过30% 你见到现在都说要跌超过1% 就站在40元边这些水平 都是一个反复向下的格局 究竟那份业绩是否真的比较差 我们先看看大数 看到第二季度的收入 见到增长其实是不错的 顺利增幅有两成 收入的增长有1%多些 经调整EBITDA的增长都有2% 看上去OK 按年计即是都收货 但如果按季度来算 你就会出现一个跌跌的情况 收入要跌8% 顺利按季要跌8% EBITDA也按季 你见到倒退的幅度是一成的 公司又解释 因为金沙城中心翻山 另外又将它变成伦敦人 所以变成折旧开支增加了 又有些优先票据等等 有很多因素令到贵度业绩差了 这个解释你收不收货呢 或者这些因素是否短暂的因素呢 其实是合理的 因为始终你翻新金沙城中心 未来转做伦敦人 说了很久了 其实之前你试过出业绩 也都说伦敦人这个新的项目 会令到公司的资本开支加大 所以你说这些因素 之前说的时候 真的会反映在股价 或者业绩身上 你说发多了债利息多了 这个是很合理的 而最重要就是说 之后都会继续发生 而这个情况我相信是一日未去到 伦敦人落成了 其实这个负面因素都会仍然在 但是留意我们看贵度业绩 特别我们如果把焦点放在EBITDA 譬如跌幅多一点的话 其实实际上分别不大 你又反过来看 看overall 全年计 EBITDA的升幅其实都不差 但是问题都是说 这一刻在EBITDA的整体变动上 普遍都不会与这个行业 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整体而成本和收入 大致上都是那个速度在 不会突然EBITDA率 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相反地就是说 其实大家最关注的 都是说博彩收入表现 但其实你博彩收入数据上 每个月头都出到来 所以里面大部分业绩出到来 那时候的细数 很少会说令到市场很意外 譬如说金沙第二季 整体整间公司 市场占有率 大致上都是继续 没有跌又没有升 都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 其实我觉得数据里面当中 很多大行的挑战最多 未必在业绩里面的数据上 反而在大行的渠道上 它的高端中却 整体变得弱 这我想是令股价受压的最主要因素 所以我觉得股价是弱的 但你又代不代表未来会转势 我这里还有一些保留 刚才你提到大行的一些统计数据 特别是针对中场、鬼斌厅 就说市场占有跌幅 其实是萎缩了 还有整体的跌幅 都比同业伟大 你看到中场方面 其实按贵跌幅有9% VIP方面 跌幅也有1.4% 但是摆在金沙中国身上 会不会它做得比同业为差 是执行力的问题 是它本身的问题 首先留意我们看收入 或者每个不同的中场、贵品厅上面 按贵的跌幅 很难纯粹看它跌多少 或者哪个跌多些去衡量 因为普遍第一季和第二季比较 第二季都会比第一季差 始终内地主要分三大假期上 大家知道農曆新年 五一黄金周 和国庆假期 如果说特别对于博彩收入的重要性来说 我们排先后次序 一定是新年黄金周 国庆 接着才是黄金周 始终很多时候是新年 牵涉法新年财等等 二头东西 真的是在说基数效应 会调到很大 所以按贵比较 起上来跌 基本上看不到的意义 我们要看跌幅是否有所扩大才看到 但如果看按贵比较 其实都是在反映着状况 澳门博彩业 现在基本上 绝大部分的增长动力来自在中场上 如果你看中场上 一直以来做得比较好 的确是威尼斯人度假村 如果你看他们的季度业绩公布出来的数字 你又会看到威尼斯人度假村 特别在中场的收入上面 都不算太过差 都是说还有一个正位数字增长 其实你说中场整体的表现 未来都是一个主流优势 我相信金沙整体的表现不会太过差 如果仅仅市场的焦点落在中场 即是仿澳的人数上 仍然持续增长 始终提及到金沙有些风险因素 譬如要翻新一些新的项目 当项目落成的时候 我相信不多不少 总是长远来说 是视为一个正面效益 其实都有一些利好因素 可以在业绩上找到 譬如说几年前开过巴黎人 大家都说巴黎人开了之后 表现是差 但你看到今次几个赌场当中 是唯独巴黎人的整体增长速度 相对地比较快 所以说中场仍然是强劲的情况下 金沙的中场项目 其实我相信长远来说 都是会失位的 就算新项目一开始出来的反应一般 长远来说表现都不会太过差 所以我自己对金沙中国的看法来说 又不敢看得太过负面 另外一件事 他自己特别都提到 就是港珠澳大桥 之前未开通之前 大家很有憧憬 觉得开通了 其实对于整个澳岛的行业 都可以带得广点 你见到金沙管理层 在电话会议里面 也再一次提到 港珠澳大桥的重要性 开通都快一年了 看不见到真的反映在澳岛的身上 或者在他们的业绩身上 是一个很好的利好 一定有的 为什么今年的中场 仍然能够维持一个增长 我相信很大的原因 是受惠这条港珠澳大桥 始终港珠澳大桥落成了之后 你看到新闻上 我们的确看到有些内地旅客 真的来参观一条大桥 顺片去澳门旅游等等 所以来说在人流方面 留意我们虽然在博彩收入上 看到今年的表现都是一般的 一时好一时坏 但如果你看到仿澳的人数增长 幅度其实都很明显 所以带动些什么 就是澳门现在面对问题 是皇帝不皇帅的原因 都是跟内地的经济状况 是有关联在 这个对于澳门博彩公司来说 他们控制不了 他们控制不了内地的经济状况 但是这些基建项目 的确是会有个帮助 但是要留意 港珠澳大桥这个利好因素 今年真的应该反映得七七八八 大家会担心下年 那怎么办呢 那些旅客来参观了大桥之后 下年会不会没人用呢 会有这样的风险因素 但是这一刻你会留意 就是普遍市场的投资者 对于澳门的中场的看法 都是说是极度正面的 原因就是大桥之后 不是完全没有基建项目去支持得到 未来要确保澳门旅客人数 能够继续有增长 很推动很依赖这些基建项目 港珠澳大桥预料会继续在 但是很难成为长远一个增长动力 但是未来来说 随着澳门又落轻轨 又在横琴的发展上面 这方面来说始终都是一个商技力 所以普遍这一刻 绝对大部分的大行 你会留意 就是说对这个版法的看法 不会说真的十分之负面 始终中场的基盘面 到这一刻仍然相对比较强 未来下半年 其实有个誘因就是说 内地开始放水 开始行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令到贵宾厅业务 可以有个气死会胜的跡象 其实你看回第二季度 我相信不止是禁煞的 绝大部分贵宾厅公司的贵宾厅都是弱 所以未来的焦点 可能你看回下半年 贵宾厅业务有没有复苏实态